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有感觉,探秘,未知世界,我是杨阳 在我们的印象中,黑洞总是神秘且恐怖的存在 因为一般来说它的体积都非常庞大 并且会吸收一切靠近它的物质,连光都逃不出黑洞 那么我们肯定也理所当然地认为 吸收了那么多物质,黑洞肯定会越来越大啦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? 事实上科学家根据多年探测发现 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甚至不只是停止生长,有的黑洞还会不断缩小 你可能会问了,什么?黑洞越吃越瘦吗? 根据观察,宇宙中新生不久的黑洞质量 能占到整个星系质量的10%左右 而存在已久的银河系及仙女系中 黑洞似乎只占整体星系质量的0.2%至0.5% 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完全打破科学家以前多年来的假设 但这一事实却证明着黑洞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停止增长,甚至还会缩小 虽然黑洞还会继续地捕获其他行星及恒星补充其质量 但是黑洞却因为其他原因并在开始流失更多的质量 霍金曾认为黑洞不但吸食物质,而且还会通过霍金蒸发过程向外辐射粒子 当一个黑洞成长到一定程度后,蒸发和辐射质量将超过吸食质量 我们知道黑洞是恒星死亡后形成的,事实上黑洞也会有灭亡的一天 霍金理论认为,黑洞的蒸发和辐射能量非常剧烈,以致快速地失去质量 老年的黑洞会发出耀眼的光芒,体积会缩小 快速蒸发会引发大爆炸,会喷射物体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,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,探索更多未知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,每期和你探秘未知世界